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中的美食 美食中的故事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欢迎收听实在有意思系列第二季 我是帮故事家电风味 不会太甜 也不会太淡的 维棠姐姐 冬天天气冷 食欲总是比夏天好 这是因为身体需要耗费能量来保暖 所以需要摄取更多的食物 冬天也是家庭欢聚的美好时光 聚在一起享用热腾腾的丰盛菜肴 填饱肚子 也牵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本周刚好是冬至 也是耶诞节 今天维棠姐姐就要来介绍耶诞甜食国王派 与冬至汤圆的由来 国王派你可能没听过没吃过 也可能没听过但是有吃过 国王派是一种法国的传统食物 通常会做成圆饼 香酥的千层饼皮 唇厚的奶油杏仁内馅 表面有各种漂亮的花纹 派中还会尝着一个陶瓷玩偶 并附上一个可爱的王冠 陶瓷玩偶小小的 不会超过一个指节大小 在法语里面称为 蚕豆 法国人通常会在每年的1月6号 整个家庭聚在一起切国王派 并玩游戏 有家中年纪最小的小朋友 藏在桌子底下 指定每一块派要给谁吃 谁吃到暗藏在其中的陶瓷玩偶 就可以戴上王冠当一日国王 也代表可以获得幸运一整年哦 跟过年吃到包硬币的水饺 就可以发财是一样的道理 好吃又好玩 这个有趣的家庭活动 其实源自古罗马时期的神农节 这个节日 罗马各阶层包括奴隶 都可以参与庆祝 当时每个大家族 都会在糕点内放置类似小瓷偶的东西 吃到的人可以当一日国王 他可以在一天之内 对他的主人发号司令 但是这一天结束后 他就必须选择 要回去当奴隶 还是被处死 谁想要被处死呢 大部分的人当然还是选择回去当奴隶啦 但是透过这样的节日 奴隶们才有机会短暂的享受自由 以上是国王派的故事 再来讲冬至不可或缺的美食 汤圆的由来 冬至这一天 太阳正好直射在地球南回归线上 是北半球国家太阳照射最短的一天 每年冬至 几乎都落在国立的12月21日 22日 或是23日 这一天 白天最短 夜晚最长 古人将这一天视为迎接阳气的日子 重要性比其他节日高 甚至好比过年呢 冬至吃汤圆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 维汤姐姐分享其中一个 据说闽南有一对贫穷夫妻 他们有一个小女儿 妻子死后 丈夫没有钱为妻子安葬 为了筹钱 万不得已 决定卖掉女儿 女儿一听 难过的昏了过去 她的爸爸吓得赶紧煮了一碗米汤 和几个糯米园惯醒她 爸爸和女儿互相推让 谁也不想把糯米园吃完 生怕一吃完 就要面对离别了 多年后 卖给有钱人家做丫头的女儿 灵机一动 不知道爸爸过得如何了 有了 我在家门口挂上两颗又大又圆的糯米园 也许爸爸看到了便会来与我相认 一年又一年 虽然不知道她有没有顺利的找到爸爸 吃糯米园的习俗却在闽南地区兴盛起来 后来 吃汤圆成了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习俗 由于冬至阴阳交替 许多人相信吃了汤圆就会快快长大 于是有了吃汤圆长一岁的说法 而红红白白的汤圆 外形圆滚滚的 也被赋予团圆圆满的意思 位于台湾高雄市左营区 有一座很奇特的山 因为山脊的另外一边 像被人用刀子削过一样的平坦 叫做半平山 半平山的由来也跟汤圆有关哦 传说八仙之意的汉钟离 为了在人间寻找一位平性良好的徒弟 于是来到了美丽的左营区 他乔装成一位卖汤圆的白法老爷爷 他拿着扇子 对着山轻轻一挥 山的一侧就像被削过一样 那些掉落下来的土石 就变成一颗颗的汤圆 汉钟离推着摊子在街上大喊 来哦来哦 又大又香的汤圆 一粒一文钱 两粒两文钱 吃三粒不用钱啊 快来吃哦 吃三粒不用钱 来来往往的路人听到这么好康的事情 全部围过来 人人都点了三粒 吃饱又赚饱 一连过了好几天 汉钟离遇到的都是想吃免费汤圆的人 终于有一位书生上门说 老爷爷 请给我一粒汤圆 谢谢 吃完后 书生付了一文钱 接着又说 这汤圆真好吃 请您再给我一粒 吃完后又再付了一文钱 汉钟离疑惑地问 年轻人啊 你怎么不学学其他人 吃三粒就免费啊 书生回答 老爷爷您年纪这么大 又老远跑来做生意 我不能让您亏本啊 书生连吃了五粒 也付了五文钱 汉钟离满意地想 这位书生本性善良 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徒弟啊 便向书生和伟官的人 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告诉书生 我想收你为徒 你和我一同离开吧 书生答应了 当两人要离开人间时 书生问 师父您煮的汤圆是从哪来的呢 汉钟离告诉他 汤圆啊 都是用前方那座山的泥土做成的 那些不见的土石 就是在大家肚子里的汤圆 因为啊 人们的贪心 山就只剩下一半咯 从此 大家就称呼这座被削过的山 为半坪山了 以上就是耶诞吃国王派 冬至池塘园的由来 我是维汤姐姐 实在故事同性格 实在有意思系列 我们下次见 以上由实在实在 网络教育学院制作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